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1年3月20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一批在美國居住的演藝界人士 最近發起了一個停止受視亞洲人的行動 究竟背後是甚麼原因 潛逃到美國的梁仲恆又為何沒有參與 另外前日美國時間是拜登上台後 中美高層第一次的會面 誰知一開始美國的代表就玩 究竟他們在搞甚麼呢 我們國家的代表又如何見招拆招 贏盡掌聲 最後十二門徒當中的八個人 下星期一就坐牢後可以回來香港 究竟他們在內地的監獄生活是怎樣的呢 他們的經驗又如何刮羅冠聰一巴掌呢 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美國政府經常抹黑我們的國家 說新疆人民被迫勞動 種族滅絕 令我們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3月10日時已曾回應 說過去40年來 我們中國新疆維吾爾族的人口 由555萬增加到1200多萬 哇 花了一個倍 這個世界上市民有甚麼種族滅絕可以做到這樣呢 如果我們說到種族滅絕的話 了解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 美國通過西進運動 大使屠殺殺落當地的印第安人 令當年印第安人的人口由1492年的500萬 就降到20世紀初的25萬 下降了95% 這些就真是種族滅絕 雖然整件事過了很久 但到了現在21世紀 在美國白人至上的歧視思想 其實仍然根深蒂固 好像去年年中 美國一個黑人佛洛伊德 因為被白人警員粗暴跪頸致死 這很明顯已經是歧視的行為 令當時很多美國黑人都要上街抗議 但在美國除了黑人之外 我們亞裔人士在美國也經常接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好像最近美國喬治亞州三家五按摩店 剛剛在星期二的時候受到槍擊 造成8個人死亡 其中6個都是亞裔人士 還有另一個拉丁美裔 而韓國外交部星期三亦證實 其中4個死者原來是他們韓國裔 這三間遇佔的按摩店 分別在亞大蘭大東北部和郊區的Edward附近 美國警方後來在公路發現疑犯的汽車 拘捕了一個21歲的白人 叫做朗欣 由於近期針對亞裔的仇恨案件不斷增加 所以外界都懷疑這次這件事 也與美國的種族歧視有關 看到這些情況 不少現在還在美國的亞裔演藝界人士 包括吳彥祖、陳法拉、香港武打記星、李小龍的女兒 李香瑩和陳冠希等都很關注這件事 紛紛在社交媒體貼上 Hashtag Stop Asian Hate 近年事業重心轉戰了美國吳彥祖 在網上轉發阿特拉大槍擊案的報導時 留言說 我真是無言 Stop Asian Hate 之後更加轉貼報導有關當地警方發言人J.Baker 竟然是同情的槍手 而不是同情案內受害人的言論 加上原來發現J.Baker之前被起底 說原來在Facebook上曾經post過 Covid-19 Important Virus from China 即是說新冠肺炎是由中國用J.Baker的侮辱性詞語 說是來自中國的T-shirt 叫人們去訂購 很明顯涉及有歧視華人的成份 所以令吳彥祖也很震驚 至於李小龍的女兒李香瑩 在IG上發了李小龍的黑白照 留言說 這就是功夫流感 功夫流感這詞是當地美國嘲諷亞洲人 說亞洲人是傳過新冠肺炎過去的 他說你認為這是個笑話 而我們不應該這樣認真 他繼續說 知道有人懷著仇恨及仇視外國人的心態 激發起恐懼及鄙視 作出令人發指的行為 他叫人們一定要有愛 停止仇恨 呼籲大家應該和平共處 至於前TVP藝人陳法拉 亦在IG上發了很多生氣的表情 來表達他對這件事的憤怒 而陳冠英留言說 為自己身為亞洲人感到驕傲 又認為自己的黃皮膚沒問題 很堅硬可以在全球社會 展示出自己的重要性及價值 很奇怪 另一方面 我們演藝界很齊心 對仇視亞裔的行為說不 但另一方面 拖欠立法會近100萬 面臨破產的港獨分子 自稱要打國際線 關注國際議題的梁仲恆 完全沒有關注這麼大的國際議題 沒有甚麼為亞洲人發聲 而且他還要在Facebook 多謝美國白人參議院James Langford 和Tim Cain 去推出保護香港網絡自由的法案 他說在國安法下 香港人僅餘的網絡自由 言論自由已經岌岌可危 所以美國有必要跟其他盟友 一起保護香港人 免受中共的威嚇 又說團隊將會盡力協助推動這些法案 說你這個梁仲恆 自己人在美國被欺負時 你不只不出聲 還竟然做賣港行為 拆白人政客的鞋子 真的很離譜 跟我們的演藝界朋友相比 簡直是天同地 梁仲恆現在不敢出聲 但如果第二天他自己也好 他家人也好 在美國如果做了被歧視的犧牲品 就不要怪別人 說完美國歧視亞洲人的情況 想說一說中美在阿拉斯加的回談 上一屆特朗普當美國總統時 處處仇視中國 看到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上升 怕自己世界一哥地位受到威脅 所以在這兩年開始 不斷向中國無理地打貿易戰 增加關稅 封殺華為這些中國企業等等 又說要制裁中港官員 總之做了一系列的事去打壓我們 所以國際也關注 如果在拜登上台後 究竟中美關係會不會改變呢 而在美國時間前日18日 一場中美高層的戰略對話中 在美國阿拉斯加州的 安克雷旗舉行 這場對話亦是拜登上台後 第一次有中美高層會面 原本外界也以為這次的會面 會為過往兩三年緊張的中美關係破冰 誰知最後這場會面的火藥味就很濃 美國方面的代表還刻意刁難我們國家代表 幸好我們國家代表可以見招拆招 就有中國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以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每個人的開場法原定只是兩分鐘 又由美國當道主代表先開場 然後中國再開場法 之後就閉門會議 原本應該是 誰知去到布林肯和沙利文發言時 他們竟然每個人說了五分鐘 還要預告未來這兩天會議中 會提及香港、台灣和新疆的問題 而且布林肯還要毫無證據地老屈 中國對美國發動網絡攻擊 對盟友進行經濟壓迫 每個舉動都在威脅全球的穩定 美國代表這樣無理批評 我們國家代表回應時 當然要反擊 楊潔篪發言時說 中國支持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鐵序 而不是你美國所鼓吹 以他們的規則作為基礎鐵序 堅決反對美國干預中國的內政 而且我們中國代表也批評 美國在人權和民主等方面 其實他們都有不足 沒有資格居高臨下跟我們中國說話 叫美國先搞定自己 另外王毅也補充到 美國在我們中國即將參加中美高層戰略會議的前夕 宣布制裁一系列的中港官員 不是正常的代客之道 如果美國想借這件事 增強所謂對華優勢的話 那就完全打錯了算盤 亦暴露了美國人內心的虛弱和無力 王毅又說美國在開場白中說到 有些國家認為中國在脅迫他們 麻煩你美國要搞清楚 這些究竟是那些港家自己的說法 還是你美國自己的主觀判斷 到底誰在脅迫誰 這個世界人民我相信都自有公論 而歷史亦會作出公正的結論 王毅外長說得很對 這些從來都是美國人的雙重標準 好了 到了楊潔篪和王毅都說完開場白的時候 正常在場的記者都要按原定的安排離開 因為閉門會議 誰知道這個時候 布林肯竟然破壞規矩 說自己還有話說 叫那些記者不要走 但他自己說完之後 就不讓中方回應 就已經馬上要求現場的記者離開 根本就不讓我們國家代表有回應的機會 我們正常在中方會議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嗨,hello,he can tell us out he asked us to let him finish the talk Thank you very much he's already in an hour Did you make a talk,shrall? You can make a talk,shrall? Can we- Can we- Thank you very much,everyone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OK,stop it Sir,I need you to turn around and walk out the door 把你們想得太好了 我們認為你們會遵守基本的外交理解 所以我們剛才必須闡明我們的立場 我現在想一句 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 你們從實力的地位說法和中國談話 幸好我們楊潔篪真的聰明 一點都不妥協 立刻嚴正地說 如果你們的出發點 是要說美國是從一個強而有力的角度說話的話 為甚麼那麼怕有記者在 沒有必要怕記者在 他跟著還說 你們美國經常提出民主自由 為甚麼你那麼怕媒體在場 最後在中國代表團的距離抑爭下 現場所有媒體都可以全程見證中美第一場回談 大概90分鐘的開場支持 剛才播出了一段影片後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很厲害 我們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天主持這個例行記者會時也說到 中方帶著誠意應邀到安克雷奇和美方進行戰略對話 做好了之前按照雙方事前同意的程序和安排開展對話的準備 但美國的代表在開始對白時嚴重超時 還對中方的內外政策無理攻擊指責 挑起事端 根本不是代客之道 亦不符合外交的禮意 所以中方對這件事作出嚴正回應 其實美國在國際之間一直都是哈哈巴巴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們可能原本想在第一個會談中先下馬威 但是不好意思 他們很可能就錯判形勢了 我們中國不和其他盟友不需要聽你說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尊嚴 我們近二三十年的發展 這個世界都有民共島 就算在二三十年前 我們國家都還沒怕你 何況現在我們的發展 比你美國那麼多 你又憑甚麼居高臨下跟我們說話 很明顯這次是美國挑起時端 所以我們中方的代表 據你力爭 不失體面就糟糕這世界的好評 而在今次的會談中 也看到很明顯 美國對於我們國家還有很多偏見 所以我猜中美關係在短時間內 可能也很難轉好 我們不妨留意一下 接下來幾天的會談 看看還會不會有甚麼新的發展 說完中美關係 我們想說一說十二門徒 十二個背著刑事案件的香港人 俗稱十二門徒在上年8月時 由布代澳出發坐快艇威聚潛逃 想偷渡去台灣 誰知未去到台灣 在內地水域被中國海景截禍 還一度扣留在深圳的鹽田 十二門徒觸犯內地法例 受審受扣查也很正常 但那群攬炒派在這段時間 不斷炒作來賺取他們的政治本錢 一時又說他們不會得到公平審訊 一時又說他們無法回香港 又把那些bring me back的卡到處派 要求我們的國家釋放他們回香港 你們擺明是犯法 怎麼可以釋放你們回香港 你們那些小王人不是經常說法治嗎 為何又不尊重我們內地的法治呢 最離譜的是逃亡在英國的羅冠聰 在去年12月跟十二門徒之一 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的妹妹Beatrice Lee 就在英國倫敦 跟英國內政大臣彭代玲回面 要求他們介入這件事 一方面又唱衰香港 另一方面勾結英國人干預香港事務 即是很明顯又是違反國安法 其實現在內地實行陽光司法 當然不會突然刁難十二門徒 其實深圳市鹽田區的人民法院 在去年12月30日作出了裁決 裁定他們12人之中的其中兩人 組織他人偷越邊境最聚醒 分別被囚禁三年和兩年 至於另外八個人 包括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 鄭子豪等被裁定偷越邊境罪罪成 判籌七個月 至於我們兩個未成年人士 即是黃林福和廖子民 當局決定不起訴 就由深圳警方移回香港警方就算了 其實根據內地法例 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 最高刑罰是可以坐七年 而就算偷越邊境罪 最高刑罰也可以坐三年 所以這次他們判得這麼輕 很明顯就已經重新發落 而根據內地刑法 刑期其實是可以由批准第二步起 開始計算 即是可以減回我們之前被機留的三個月 所以到現在 原來轉眼間被控偷越邊境罪的八個人 下星期一就會坐牢後 之後就會移送回香港 這八個人的移交安排 相信跟之前內地沒有起訴 兩個未成年人士黃林福和廖子民的移交安排 應該差不多 當時深圳警方在口岸移交給香港警方 做完檢測隔離後 然後再帶去香港法庭提堂 處理他們在香港的刑事案件 由於十二門徒在香港還有案件 例如李宇軒涉嫌違反國安法內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 被捕 歐子民、鄭子豪等等 在前年9月30日反修例暴動時 在灣仔一個單位被搜出汽油彈原材料 所以被控串謀意圖縱火 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 至於張進庫、張明宇和嚴文謙 在前年12月8日所謂國際人權日大遊行 被搜出手槍實彈被捕 而且他們還棄補潛逃及違反保釋條件 所以相信回到香港後 除了要面對原本的刑責外 很大機會被加控其他罪名 其實好像之前被遣返未成年的門徒 兩位廖子民和黃林福 他們已在香港被加控不依其歸額罪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9L 沒有按照法庭的指示歸額 原來一經定罪就可以判處監禁12個月 其實怎樣也好 那群攬炒派經常抹黑內地的司法制度 但現在十二門徒這件事 很快他們已經坐牢了 還要無村無難可以回到香港 其實事實盛於紅便 希望我們香港人都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內地有很多東西 根本跟攬炒派經常抹黑的狀況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希望以後那群小黃人都不容易被攬炒派騙 通關之後 拜託自己親身回去內地看看 看看我們現在國家的發展 為身為我們中國人感到自豪 由於前年的反修例暴動 加上這一年的疫情 令到沒有遊客來香港 現在經濟非常之差 而有不少在反修例暴動中 為我們發聲的正常人相互 現在都面對經營上的困難 有些甚至乎接下來要倒閉 為了支援這些正常人的商戶 我們特別開設了一條頻道 叫Shop2049 我們會在這條頻道上 介紹不同正常人商戶的產品 亦會親身幫助一些正常人的店舖 例如椅子、空姐牛肉飯、家技、辣妹子、銀龍、有口福等等 希望可以支援他們到過這場難關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按一按這裡 訂閱這條Shop2049的頻道 再按這裡 看看Shop2049最新的一條影片 支持正常人商戶 對抗小旺人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